郝明眼瞅着这个挖河的老人 被这日本鬼的多多梁做了一阵子之后 吐血身亡 老头死的是那么凄惨 死的是那么悲凉 好多挖河的民工都过来了 一看这老头死了 郝明说这怎么办呢 这个老头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咱们也不知道啊 有的挖河的民工就说了 说这报告给头吧 管这个地段的一个警察过来了 警察过来一瞧这老头死了 死了 死了 赵在家就近 找地方把它埋了得了 这些民工们一听 不给他家里送个信 这老头啊他早说了 家没人 送信 送信 谁来啊 赵见面吧 埋了吧 赵见面 赵明一听死了一个人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就埋了吗 旁边有很多民工就说了 您还不知道呢 前两天 上一个地段那边死了一个 大概也是家里没人 连坑都没给跑啊 就手就会气到那个堤里边了 那就得了 好明说还有这样的事情 那可不 那好吧 咱们把这老人家埋起来吧 好明拿着筒敲 跟几个挖克的民工就在这河堤附近 刨了一个坑 深深地刨了一个坑之后 好明自个掏出钱来买利领席 把老头卷起来 就撂着坑里给埋上 留了这么一个挺矮的分头 好明心想 万一人家在家里边要有什么亲属 到这来找这老头呢 好有个记忆号 老头埋起来之后啊 这好明在心里边非常不是滋味 当老头死的时候 好明看着老头这个失手 就下了这样一个决心 好明心想老人家 我给您报仇学恨 今天这一幕 他是从头至尾 看得清清楚楚 如果这个老头 要不被多多两在 坐了这么大半天 那么这个老头他不会死 老头有肺病 扛得了那日本鬼子 在他身上那么坐着吗 所以老头又一种 屈辱之感 在家那么长期那么坐着 这才导致他死亡 好明觉得这口气压不下去 自从日本鬼子 寝华以来这些年来 好明目睹眼见 而且耳朵听到的 关于鬼子对中国人的残杀迫害 那可以说是没数了 听到的 见到的 好明一笔笔的仇恨 都记在心里 今天看到这个老人 死得这么悲惨 好明想 多多良 我今天晚上就要你的命 因为好明打听明白了 这个日本鬼子多多良啊 他就在这个挖河的现场 这搭一帐篷 晚上就在那住 多多良在这移住 包括那几个特务啊 那个警察呀 以及伪军呢 也都在旁边距离不远 都搭了几个帐篷 好明打听好了 这多多良那个帐篷的所在地 就在这天晚上 好明没有应手的家不事 就把挖河戳泥的那个桶敲 提起来 提了这个桶敲 好明慢慢的 就奔日本鬼子多多良 他居住那个帐篷那个地方就溜达 这什么时候了呢 十二点过了 好明来到这个多多良 居住的帐篷外头 远处先拿眼一搭 发现他那个帐篷门口那地方 有一个日本鬼子的 一个站岗放哨的哨兵 手里边端着三八大枪 本来回正溜达 这个帐篷旁边有个小树 小树拴着一匹枣流马 好明再往周围看 没看就有什么人 好明心想 我要想接近这多多良 我得先把他外边这个放哨的哨兵给收拾了 好明悄悄的把这把桶敲 就插到地下 然后他高抬脚轻落步 瞅着那个日本鬼子 往那边走 当他往那边一走的时候 好明就转到这边来 转到这边来 由于天黑 他就手往地心一蹲 瞅着那个哨兵过来之后 又一转身往回走 好明随后就像一个小猫一样 瞅瞅几步就到他跟前 倒在这个日本鬼子跟前之后 他把这俩大手伸出来 悠达身后过来 这招就扣红 这一下子就掐住 这手指都往里面一扣 大胞胞胞一使劲 这日本鬼子想喊 他刚想 这挨了一下子 下不再没声了 为什么 出不来了 好明这大手 扣不得不得之后 就这一下子 就送这日本鬼子回东京了 这日本鬼子都不知道是谁掐着他 在后边上来 好明把这鬼子掐死之后 往旁边那么一横 摸了摸鼻子这 的确是没气了 把这三八大盖枪拿起来 往这帐篷旁边地下一撂 一转身 郝明就把那捅锹低了起来 他为什么不拿那三八大盖枪 到里边把那多多粮给毙了 那不行啊 枪一响 那就等于给送信了 他就跑不了了 郝明急着就捅锹 就进了这帐篷 这帐篷里头 多多粮在那已经睡着了 正打呼噜 这呼噜打得还挺小 帐篷门口这个地方 挂了一盏马灯 郝明一聊这帐篷 往里边一探身子 借着马灯的灯光 一看多多粮正在那 躺着睡觉打呼噜 他就忘了个马灯的高矮了 郝明这个叫高 他们这个马灯就碰了那么一 他啪那么一碰 这马灯这么一晃荡 这一点小动静 把那多多粮给惊醒了 这个多多粮睡觉感情还挺轻 他的眼睛一睁一看 又打帐篷外边走进一个人来 他迷迷噔噔的 也没看清外边走进来的是什么人 但是多多粮下意识地 扑扑一下地坐起来 你听那个 他刚要说你这什么在干活 他刚一说这句话 郝明把这个捅锹就举起来 罩着多多粮拿 这一下子多多粮就倒在那 多多粮倒在那之后 郝明把这个捅锹拿起来 紧接着罩着多多粮从头上到身上 我让你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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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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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通 从头上到这部位 处了能有好几十锹 郝明一看 把这个多多粮处得像血葫芦一样 这脸上都分不出个数来了 这多多粮躺着根本就不动了 郝明就拿这个铁锹 扒拉扒拉在那脑袋 再一扒拉脑袋 一看那个脑袋 往哪扒拉往哪边抖 完了 郝明先想 好啊 你也有今天 让你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把这铁锹往这一撂 走 又一转念 走 大丈夫行不更平 做不改姓 给他们留个名 让他们知道知道 郝明这是看小说 他自个也想要留个名 伸手把多多粮一个战斗帽拿过来 站着血迹 就在帐篷上写着好名 写两字 帽子一扔 把多多粮身上带着王八盒子摘下来 往他自己腰着臂皮 好名一转身 油打帐篷里边就出来 出来之后来到旁边小树跟前 伸手把这批早留马的马匠上揭开 一裸丝江 这匹早留马就牵过来 然后他班安任登上了马之后 一口气就离开了天津 好名出了天津之后 知道这事惹了个大乱 他闯了个大祸 把多多粮 这个日本鬼的首领给戳死了 他一口气紧忙着往前赶 这一气就跑出一百多里地 跑到死牙河边上 到了这个时候了 好名他把这马的速度放慢 他觉得没问题了 敌人不会追上他了 他回头往后边看了看 没有人追他 可是好名 下意识拿眼光这么一扫的功夫 在视野之内 由北边 一看来了四匹马 这四匹马上面坐的是四个日本鬼子 这四个日本鬼子是从哪来的 好名不知道 好名心中一愣 哎呀 怎么这还有日本鬼子 是骑兵 骑着马过来的 好名一想 我要跟他打得着面 他一看我骑着这么一匹马 这匹马明显是日本人骑的马 他肯定得盘问我 他一盘问我 这就麻烦了 这四个日本鬼子都有枪 我也快走 好名双腿依旧进这匹马 这匹马他又跑快下来了 他这一跑快下来 那四个日本鬼子对他产受怀疑了 这四个日本鬼子 各自把这三八大枪端起来了 在后面就喊 哎 站住地 爬地不要 好名一听 跑的不要 跑的不要 我一站住那就麻烦了 好名继续催马往前走 他这一催马 后边这四个日本鬼子紧跟着催马 也跟上来了 好名在前边一边跑着一边 回头观敲 一看这四个日本鬼子是紧追不放 好名一伸手就把那王八盒子蹲出来了 蹲出来之后一回身 一看 跑在头前两个日本鬼子这匹马 比较快 和他的距离有点近了 好名一看正在射程之内 好名号称神枪手啊 不管是马上步下那真是指哪打哪 百发百中 好名一回身 嗨胳膊 两枪 头前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 哭通哭通 英生落马 那两匹日本鬼子东洋马就分开了 可是就在他放这两枪的功夫 后边那两个日本鬼子在那马上 把那枪也端起来 好名把前面那俩日本鬼子打落马下 后面那俩鬼子也是同时开心 有一颗子弹正打在好名的身上 后背这顶 这一颗子弹打上之后 好名子军的脑袋嗡的一声 由大马上哭通 就栽下去 这一栽下去 他跨下那匹早流马 顺着旁边拖着江上跑过去了 好名栽下去之后 好像就人事不懂了 后边这两个日本鬼子紧跟着来到跟前 一带着马的江上 这马就站住了 俩鬼子由大马上跳去了之后 其中有一个日本鬼子 把那三八大枪往旁边一立 啰的一下子 腰中把这战刀抽出来 抽出战刀来到好名的跟前 日本鬼子将近五十道精神 杀人的时候带嚷的带操着的 他啊的一声就刀一举 就在这一瞬间 呼听间在旁边的小树林里边 响了一声枪 这这本鬼子 啊 枪一响 这鬼子就说了一句 我得玩了 咕咚躺下了 怎么回事 感情有那树林里边 给他来了一枪 后边那鬼子一看 怎么这树林里边还放枪 那鬼子端着三马大盖 刚想问一吊身的 当着又一枪 正打他腿上 那鬼子吓得急忙 挪过江绳上马之后 骑着马跑了 这功夫由大树林里边 走出了一个跨着小筐 挖野菜的年轻妇女 看上去那个年纪啊 也就是二十多岁 刚才这枪啊 就是这个年轻妇女放的 按说他打枪 和他挖野菜这个身份 可是绝对的不吻合 但是这个人 他居然就把这俩鬼子 给制服了 打死一个 打跑了一个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其实他可不是挖野菜的 这是我们八路军 分区侦察牌里边的女战士 其实侦察牌里边的女战士 也就是好名手下的战士 这个人姓于就于芬 按说当初这个于芬上好名 这个侦察牌里边来的时候 这好名还不要呢 分区副政委消逸跟好名就说 说好名啊 我呀给你派了一个新战士 你收着吧 这是个非常有本事的人呢 好名一听 有本事的人 好啊 上级领导给我们派了一个新兵 那我们欢迎 这于芬就进来 好名一看 女的 哎呦 你可派一个女的 嗨 我这也不是温空团 你派一个女的哪行啊 怎么着 这女的又不行吗 于芬在旁边也说了 怎么着 女的就不可以打日本鬼子吗 我又不用你们背着 又不用你们抬着他 女的为什么不行啊 不是说女同志不行 这个咱们这个侦察牌呀 什么情况都会遇到 什么事情都会遇到 万一遇到了恶劣情况 我们要都是男同志呢 无论是前进还是后退 都比较方便 你说我们这队伍里边 多这么一个女同志 你说我们不关照吧 不行 要关照吧 恐怕到关键时刻的耽误事啊 于芬就笑了 你放心吧 我不会拖你们的后腿 你只要收下我就行 我不能耽误你们的事 那你 你玩过枪吗 扔过手的弹吗 我抽你这个样大概 过年时候连炮都没放过吧 二提脚干点吗 一分一听就乐了 二提脚干点吗 你忘了 上过在全区大会上 咱们两个不是还都在那发言了吗 你是有名的神枪手张春海 好名一听 忽然想起来了 哎呦 这是女神枪手 于芬 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这么全区有名的金国英雄 于芬同志 哎那我欢迎欢迎欢迎 就这样 于芬进了侦察牌了 进侦察牌以后 好名这才化妆到天津去 今天于芬上这干什么来了 因为接受领导给他一个任务 听说呀 日本鬼子往南兆府那个地方啊 派了一支骑兵 而且这个骑兵啊 要往这面迂回 打听一下这个骑兵的动向 所以于芬就装扮成农村挖野菜的妇女 就来到了这个荒村野地 在这假装挖野菜 偏感这功夫 好名来了 于芬一看在好名的身后 还跟着四个日本鬼子 所以于芬抽出手枪来 就打死了一个 给打跑了一个 这一功夫于芬 这才有大树林里边走出来 急急忙忙来到好名的跟前 仔细看好名 他已经是奄奄一息 好名的 好名的